诶 大家好 我是CM 这里是参战笔记 本次笔记的内容是阿普萨拉斯2 名字的由来 是印度神话水神阿普萨拉斯 由于名字太绕口了 后面我就喊他大馒头吧 驾驶员是艾娜 详细的情况等历代系列我们再说 这里就不过多的描述了 先放个预告链接 本期几乎所有作品都能收 所以也算是半个友军了 大家游戏过程中有收他吗 发个弹幕说说看 我猜应该没有人不爱他吧 好 本期非常非常的短 而我也不打算降低语速 我们来看看这姑娘都参战了 哪些作品以及他的基础表现 老样子 我们从Compat系列开始 WSC掌机平台 超级继续人大战C2 三篇都有 在地面篇里 除了艾娜驾驶以外 其他杂兵驾驶的大馒头也出场了 只要说得艾娜 就能得到 火力很猛是一方面 移动后没法使用任何武器 也是他的最大的缺点 用加速冲进敌人堆里 可以作为固定炮台来使用 会发挥非常棒的作用 啥 你怕他会爆 没事 他脸皮厚血多着呢 到了宇宙篇 就没有艾娜什么事了 主要是杂兵驾驶 其实打就对了 因为资金非常的多 建一个就可以爆一个 到了银河篇 如果在第一步就得到艾娜的话 那他就登场 当然哦 敌人杂兵大馒头也会登场 Case 2家用机平台 超级继续人大战IM 通过说服艾娜得到 地图炮的范围非常的广 而且没有气力的限制 使用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因为HP很高 武器又是远射程 所以做掩父真的是一流 在我方普遍防御不高的队伍里 大馒头也算是一个辅兴了 他既不怕反击 也不怕被秒 一次还能攻击多个敌人 不过他也有缺点 他的EAN消耗非常的大 所以EAN强化是绝对必要的 移动力也非常的低 所以零件插槽最好给他推进器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鞋带系列 GBA掌机平台 超级继续人大战A 满足条件的话 艾娜加入的时候会一起得到 当然 你要是看不起大馒头 直接击落也行 那你就会得到 EWAC装置 也算是另一个好处了 看你的选择 只是 作为初期到手的机体 它性能高 空战专用 并且宇宙适应为A 在机体不足的初期 攻打宇宙线是非常方便的 属于小白的福星 它有高威力 且无气力限制的武器 而且还有地图炮 这些全都是优势 记得一定要改造一烟 中期肌肤可以无双 PSP掌机平台超级继续人大战AP 它的性能跟GBA版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是宇宙适应 从A降到了C 好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独立系列 M64家用机平台超级继续人大战64 首次登场的作品 改造段位非常的高 但攻击力跟高达几乎区别不大 并且没有P属性武器 不过防御力倒是很猛 几乎可以跟盖塔3相比 所以在本作中 它也算是最强的MA了 因为初期就可以得到 所以改造时间和改造资金 几乎都非常的充足 选择真实系路线的话 因为有两次交战的机会 所以需要两次说得 如果选择击落的话 可以分别得到光速图成 和高性能雷达两个零件 GC家用机平台 超级继续人大战GC 本作除了可以正常剧情里 说得Ana以外 还可以普货 对 因为大馒头也属于普货机 所以即使早早的进行彻底改造 之后也能把它卖掉 算是非常的友好了 另外有些关卡 真的是友它会非常的方便 例如同时攻击两台机的任务 所以大馒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SC系列 超级继续人大战SC 和手机系列 超级继续人大战CC 也参战了 但我说不了 不在我的录制范围 好 以上是关于 阿普萨拉斯2的全部笔记 每一台继续人都有它单独的笔记 记录他们的参战作品 以及它的基础情况 我的视频全程编文编录 不做搬运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吧